我會看你腦 對,就是想說現場接摩接 然後我們就是 我要少的意思嗎? 欸,不然我們最近就是用客人 所以我們在校內也有可能直接這樣感應一下 然後這個機器放在店家 我就可以把這個被子店家借給小被子 然後我們現在在校內大概有三千個宿舍 然後一個月大概有兩三千隻的使用 這是走Wi-Fi嗎? 欸,這是我走電腦的Wi-Fi 它店家會連店家Wi-Fi 然後我們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希望讓環保是一個年輕人的潮流 那如果Wi-Fi連不上會怎樣? 就見不了 真的,它沒辦法離線作業 對,目前不行 為什麼不行啊? 為什麼不能離線作業 就是要拖到後台 因為我們是A界B環 這樣500元 所以它就是要一個後台去 讓每個點的那個紀錄是拖到一起 對,但我也說它不能先存一下 它裡面沒有辦法存東西 也是可以 只是說就是 因為要當場去 因為它可能在其他地方去環 所以如果沒有集資傳到後面的話 它去其他地方環就會沒有資料 對,但你只要到 它再到下一個地方的這段路程裡面 就像是有Wi-Fi有的 對,對,對 所以 一分鐘上傳一次之類的 之類的 對,就是說 它如果可以忍受 好比方說三、四分鐘的斷線 那你就斷線的時候 趕快提醒那個店家 但是不影響這個環的 體驗啦 因為就是有時候網路 網路其實斷跟很順都沒有問題 但是怕的是不太穩 對 對 我剛剛講說不太穩的狀態 對 因為像我們都是有Io體 對,我們後來就會看它的 就像手機看了網路 對 對 所以就是像政委長 可以去機制跟電腦處理這樣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謝謝 對 那問題就是我們 有補充一個問題 就是問那個工廠登記的部分 對,它其實有一個實行細則說 如果你那個地方 只是做消毒的話 只是做冷凍的話 只是做包裝的話 那就不算了 應該說我們有問過傳統的經驗 他們是有長燈 只是說他們不是在工業區 對 然後我們在跟麥當勞社交的時候 麥當勞經理是要求我們要長燈 才願意跟我們合作 對 但因為你有一個就是 它是那個免除條款 對 那那個免除條款 除非是說你在清洗的時候 還額外做什麼別的事情 對不對 容調重縮 有沒有 對,所以其實 我覺得你比較需要的是說 因為這個廠你們已經有了 對不對 對 那可能就是一個地方政府 一個inspection 他來看一下說 這個合乎它的免除的那個 除外條款 然後你有一個函 或至少一封email 那這樣麥當勞 就是接洽的時候 你就給他看這個 或這個email 那如果以北市府 我們要跟哪個部門 去跟他說 我們有這個設備 就是工廠登記的 工廠登記的 承辦科 喔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經濟部的法規 所以應該不會對他 中央制 我們要去問台北市的 因為你要的並不是 就是經濟部 特別幫你做一個除外條款 它已經有了 對,你要的是認定它的使用 那這個是在地方政府 OK 承辦科 對 甚至他不一定會 非得來先看 說不定你拍幾個照片 因為我們太小 應該不太小 對對對 因為通常是有模糊地帶 但是 你如果是純粹消毒清洗的話 其實好像 在我看來 沒有什麼模糊地帶 那我們再去問承辦科 對,你問一下承辦科 好啊 OK 好,後面問題就是 像我們有幾個問題 像我這邊是想問說 就像設計或是 SEG議題 可能現在很多人會想要去做 然後政府也有很多政策 對 那如果要跟政府的單位 真的去提合作 比如說像我們跟消防 如果要提合作 但是 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去 確實去執行的話 對 那基層的行政單位常常就是 會嘴巴上想說 但是實際執行上 可能意味不太高 我們未來 因為校方還正對我們友善 那如果未來走出校園 我們要怎麼去跟政府單位去工作 你們有跟鳳茶聊過嗎 因為他們在這方面非常 非常喜歡 對 他們包含這個什麼 中友嘛 對不對 都說什麼 鳳茶就是加油的意思 對 他們會自己就是 變出一些slogan來 對 那不管是國營事業也好 或者是工部門也好 他比較care的是說 你的這個形象 跟他本來要做的年度時間 到底有沒有重疊之處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那他當然是說 我們支持SDG等等 可是那就是 why me 對不對 為什麼他 他要是你們的示範場 所以你還是要找到 某種 synergy 那在我看來 那在我看來 就是鳳茶就是加油的意思 有一點 但是成立嘛 對不對 那這個就對中友來講 就是對經濟部 這個國營事業來講 那這個就是讓大家 對可能中友多演技一點 然後 往循環這邊再走一下 說不定對他們 往什麼不知道 輕能還是什麼 捷徑能源 會有一些就是概念上的幫助 那因為你能夠offer的 其實也就是這個 就是你用比較有創意的方式 去把他們自己可能近年來 也已經做了一些調整轉向 但是國人還未必知道 或全球還未必知道 那你可以幫忙把這個轉向 也擴散出去 那你只要找得到這個巧接 那就很好談 那找不到這個巧接 你也可以邀請對方來想一想 對 那當然我們比較看到 比較不會成功的就是說 你踩得很硬很堅定 然後甚至覺得說 那就是要用你的branding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我如果是公部門的話 其實對 因為我有很多別的社創團隊 有幾百個啊 那為什麼是你這個 對 所以就是一樣 比如說他原本就有淨灘普通 那變成這種 就比較好去講 沒錯 但如果說比較沒有依據 就是在想或是討論 對 甚至你可以考慮出他的覆盤 就是說專門為了他的訊息 而量身打造等等 不過這個你們都應該就是 比我有創意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你們自己去想 那那個態度就是說 我們是類似一個join venture的態度 而比較不是說 我們有一套off the shelf 這個take it or leave it 因為你們還沒有大到就是off the shelf 對 對 對 那接下來有去問就是 剛剛講政府的 下面想要問是大企業或是一些中型企業 因為像我們跟飲料店 你那天可能有超大的型 像是超商或是慢商 那也有比較小 可能是像一般手法店 可能都不會到非常的 大的他們現在有法尊的 對 可是這樣比較50來好 53分一手法店裡面比較大 可是因為台灣的品牌還多 就是可能一百多家 所以他其實最大也是可能佔不到的 不過他不是有協會嗎 他們所有這些連鎖家務 像之前吸管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對整個家務 直接對協會比較好 對 不過就是說 因為感覺現在就是我們有跟一些 可能像賣檔或是蝦皮店 他們因為比較大 所以感覺會比較容易被法國要求到 當然 可是目前好像就是感受不到說 就是比較中型的企業 像青青或伍子 他們想要做這塊 但其實他們 那個是要反向從消費者去要求 對 因為為什麼環保署或就是能檢判等等 從大企業開始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要有一個social norm 讓大家覺得說 這件事情是你隨處都看得到的 那這也是像包裝循環材 這個配合家他們 也是跟最大的像PC Home這種合作 是同樣的道理 就是說你要先讓大部分人覺得說 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 但是他要支持中小店家的時候 他就會多問一句說 那就是你們為什麼還沒有加入等等 那如果是2C的產業的話 本來就是要靠消費者這種柔性勸導 或者等幾年之後 剛性抵制才能夠真正改變 不太可能是你們在工業鏈的中間去要求改變 所以大型有法規可以先去示範 然後去間接去讓中小店看到都有機會去改善 這是一個有機會 然後還有主要就是要讓消費者 要反向回來說 那你如果不提供這個的話 過幾年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這樣 那我對大企業來 因為大企業可能部分比較多 或者是大企業都會focus在少數一些 就是 會不會抓三個主題 就不會到全部 因為像我們有時候跟企業合作 他們或許會覺得這樣不錯 可是就沒有移居 像剛剛講 沒有移居 那因為大企業可能會專注做一些比較本業的想法 那我們在跟大企業去談的時候 怎麼去跨部分 然後還有或者說能夠 去跟他們合作到少數的去移居 你剛剛那個補充我沒有聽到 你說抓什麼 就有點像說像國泰它重視的部分 是重視健康 重視氣候 對 但它可能重視氣候的底下 它未必會重視廢棄物 當然 對 所以剛剛 當然 不可能169個全部都夠的 不可能的 可能就會抓 對啊 169個它能夠4個很好 對 對 對 因為有時候就是 因為我們想說 像應該每個企業人都會喝飲料 對 所以這個事情應該是每個企業都可以退 可是我們現在跟企業合作 會發現說 只有少數一些 也會有打到循環相關的企業 才會在這個階段特別想要去推 是 我覺得這要分兩部分來談 首先就是說 大部分的企業 它會看它的競品 就是它的競爭者 有沒有比它成功的案例 那像全家這方面就做的很多 他們有很多全家概念店 對不對 成椅 成立廚房 成立什麼這些東西 那當然每一個它的展店 不一定變成就是全部連鎖 但是至少它建立這種形象 說它願意開始跟這些社企 來做Joint Venture 那等到某個它的反應特別好 那它就會開始對旁邊的就是 就是7R或者4OK 會造成壓力 因為覺得說 對 就是這個競品人家的 已經有一個成功合作模式 我們如果不趕快再談一個 那我們要落伍了 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從社企業的這個方面來看 理論上應該是要找到某個 它能夠回饋給你你的服務 要怎麼pivot 怎麼走轉的這個partner 那這個partner就是貴金不會多 那先把這個合作模式先迭代到 就是雙方都很comfortable 甚至某種程度上它覺得說 也可能就是今年是以它為主也沒有關係 對 那這個時候你才在隔年 你可以轉身去跟它的競爭者 還有它供應鏈上下流說 你看我們有成功案例 要借金得獎 那你們要不要跟嗎 那跟的時候它是跟這個概念 所以不一定是跟你們合作 但至少它會找到類似 提供類似服務的人 那這也是你們的目的嘛 就是要達成社會效益 也不是說硬要跟你們合作 對 所以這是從你們的角度來看 就像一個在三個去擴展出 對對對沒錯 那從就是業界的角度來看 那大家當然都想要彼此互相學習 所以這是剛剛講到像那個加盟店的聯盟等等 在那邊可能就不是就是即刻去談合作 而是去分享你的一些pilot 你的一些還沒有成功的經驗 可能碰到什麼挑戰什麼困難等等 問大家幾次廣義怎麼樣解決 那其實你的目的是找下個原因跟你合作的會員嘛 對但你可以先去完全做理念的倡導跟擴散 就是說先不急著賣你們solution 先說這個理念你覺得在台灣落地 他搖一搖有沒有什麼不可行的地方等等 所以你們有另外一個角色就是理念倡導者的角色 就不急著賣東西這樣子 講完了 我想講對於你剛剛有提到說可能合作得獎 因為我們知道政府其實有蠻多相關的獎項 對我們有社創合作獎等等 我想了解的是對於企業來說這方面的影響力 還有說如果我們想要爭取這些獎項 我們可以往哪些方向去走 這部分應該都在這位的腦裡 對對對 有一個完整的獎項列表 對對對從媒體辦的到政府辦的到企業自己辦的 他蠻多的 但是我們還沒有做到這種程度 對對對 那我也是會蠻推薦 就是說你去看前面幾屆的得獎人員的pitch 那這個蠻重要 而且很多pitch都在網路上 不管是以文章的形式 像在射氣流或者是甚至有完整的錄影 那因為這個pitch它會讓你知道說 你怎麼樣切進去 讓你的這種合作模式可以在幾短時間之內 在對方聽起來覺得至少值得他 花一點bd的時間來聽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pitch 那就是他csr budget多少就是多少 你就是在一個有限的budget五分 但是能夠得合作獎 或者是類似的獎項的 它很多都是已經動用到 比本來的csr資源更多的資源 就是bd的資源 但是這個就完全看你能不能短時間 能不能打動這個主持者 對 那下一個是說 像我們設計本 有時候會發現台灣的設計可能 規模的話可能比較沒有像企業那麼的大 像台灣現在 發瓷氣嗎 還是理人 就是比如說 現在講完舉例的 可能是綠等生機 或者是鮮木棒 比如說新創的設計 不是那些二三十年的 那一年 不是 就是我們想說 那我們台灣設計 設計本身可以去怎麼做 讓它真的有企業的層面 因為我們現在都比較專注在社會 可是企業的層面比較少 那我們可以做怎麼樣的調整 或是體質上改善 不過像血汗兒 他從頭到尾都是非營利文利的形式 可是他的就是經營 完全不輸給任何企業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組織型態 不是那麼重要的部分 對 那不管你是協會形式 基金會形式 合作事業 像豬富聯盟形式 或什麼 反正你每一個都 只要你找到就是好的 那個 我們叫做core value 就是核心的價值 那其實長大並不是問題 對 那我會建議兩個建議 首先就是說 先去多接觸 這些已經存在20年 而且很接近家喻不曉的程度 的這些社企 他們事實上是社企 那只是說在他們當年 可能不是叫做這個名字 沒有這樣的選項 他們可能叫做合作事業 他們可能叫做公益事業 之類之類 那但是他們也都有登錄啊 對 現在都在我們的社創資料庫裡面 所以其實我們社創資料庫 並不是只有新創 有很多大前輩 那他們也有些也會incubate 像那個瓷濟跟impact hub 就那個放大世界想像未來 對 那你如果只看那個網站 你根本不會感覺這是瓷濟做的 對 事實上它是一個生態 對 所以盡可能的多去接觸這些前輩 那看看他們的生態裡面 你有沒有什麼可以協助的部分 那因為他們一開始就是for purpose 不是for profit 所以跟你們就是比較容易結合 你比較不需要去就是畫一堆什麼 短期內十倍什麼投資收入什麼東西 的那種比較就是rich capital 的那種講法 就是這邊 那但是當然在這個時代 有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剛剛都提到的就是法尊嘛 因為現在你們做的題目是最熱門的題目 就是淨靈的這個題目 對 那對 那所以我們會看到說就是不管是經管會環保署 國發會等等 那淨靈錄金票出來了嘛 那所以是所有這些都有大量的就是從policy這邊來的 對於大企業的要求 所以反而是說以前最沒有花時間來聽你們pitch的 那這些上市鬼公司 那現在好像就是非得聽 因為法國要求 對 非得聽你們講一下不可 對 那那同樣的就是如同剛剛的建議 就是 從join venture 的角度 會進步會多先找幾個partner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從這邊去慢慢擴散到它的就是競爭者 對然後再開始往下到重型企業 再往下到小型企業 那這一軌的deck就是你寫的簡報 可能跟剛剛講的跟大型社會事業的完全不一樣 就是可能這邊會說服的剛好在那邊聽起來會很奇怪 所以你可能要完全兩套deck 對 可能對小型的時候你的進展都做 對他自己生存比較有大 對 就是你的角度會 他會看未來 沒錯沒錯 你的角度對 那小的也會看未來 但是他的看未來的方法 可能比較不是top down play 那個做法 他比較是去適應 那去適應的話 你就要造成一個社會氣氛嗎 這樣 所以設計可能就要多跟一些前輩的 還有就是法國學 對 對 然後剛剛突然想到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因為下面一席的碳牌其實 就還蠻難去掌握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說 他冒出公告是33克 沒錯 可是我們有問一些環工人 他是說 就這個33克可能不包括原料開採 或者是 他只有製造的 對 因為這很困難 然後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自己可以算我們這個杯子的碳牌是多少 但是就是如果說要去講說 用這個杯子可以減少多少碳 好像就是 美洗杯就是他數據不明確 所以我們也很難 就好像會覺得講很少 但是其實應該很多黑術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效益比你能夠算出來的多 可能就有點難呈現 因為餐飽署就沒有去算了 可是這個是碳盤查工作 這個你們要自己做嗎 這個很累啊 都對面洗杯 對啊 這個有點累 主要是因為我們要計算出 我們可能使用這個杯子 可以跟面洗杯相較之下 增少多少碳牌 所以我們可能 就是我們最近有一個新的規環在要上線 所以需要在上面寫個明確的數據 只是我們怕說 數據可能寫出來之後 會被一些其他人士質疑 因為我們之前就有計算過減少碳盤 一杯可以減少30克 但是就有很多人來詢問我們 這個是怎麼計算出來的 但他們的質疑是覺得太高還太低 沒有欸他們就直接問為什麼 對啊 但是因為你剛剛的論點似乎是說至少30克 對 那你寫至少30克 你良心就沒有問題 對不對 那當然就是說 你如果做全生命究極盤查 也許可以盤到更高的減量 但是你如果要這樣對面洗杯 那這樣他們也可以這樣對面 對不對 就是說你的過程裡面 你的水怎麼來的 你的消毒過程怎麼樣 所以就是說與其做這種比較累的碳盤查 我建議是就是比較很多 就是說你就可以說 你減少使用了多少多少個免洗杯 這個總沒有問題吧 對 那然後因為這樣子 所以至少減了多少多少克的碳 對 相當於中了至少怎麼這麼多克數 對 比較柔和一點 對 比較柔和一點 那這樣子就是人家就不會覺得說 好像你在就是算到三分再講到七分這樣子 那其他的部分因為隨著碳盤查 它本身也是一門生意 隨著這個成熟 那盤查成本只會越來越低 那等到就是這個成本低到 就是你可以進場的時候 那你再去算全周期 好 就不用現在去解決 你現在就是硬要算 我覺得很有可能就是 每個教授的模特兒都不一樣 那在這個情況就是 你們的PR會被有點失敗 當然也有一些創業者覺得說 就是任何新聞都是好新聞 就是炒起來是一種能見度 那如果是這種思路也是可以 但是要有心理審問 那繼續問就是想說 那還有就是設計 因為設計 我之前聽楊佳琳老師說好像有專法 我不知道說到底後來會怎麼去 你是公司型態嗎 我們現在是公司 那專法就是公司法 就是我們在公司法裡面有放兩個 首先是第一條 就是說你除了就是賺錢之外 其實還可以有公益使命 而且它並不是賜於賺錢的 你可以說一樣高 或甚至說公益比較高 都可以 那另外一個就是393條 你可以把你的約定的章程裡面 如果有專門的公益條款 那甚至是說 有些有什麼公益特別股 公益否決權 甚至你把擁有否決權的特別股 交給某個協會來控 CERT那個模式 SERT等等 對那所有這些都可以 那 所以393條裡面已經說 你可以刷個工廠評審 就在經濟部商業司的那個網站上面 把你願意揭露的那個部分揭露 所以你可以先把自己想成是上市鬼公司那樣子 去進到同樣的揭露義務 雖然這不是必要的 對 但當你自己這樣做的時候 它是一個示範作用 那也可以在我們社窗登陸上面 就是扶到比較前面的位置 所以 對 那很多在專法討論上面 覺得需要專法的 是去柔和各種不同的型態 對 好比像說 如果它是協會型態 對 協會型態到底怎麼樣算設器 這個是不明確 對 對 那合作組織型態 當然我們覺得 絕大部分合作組織都有公益性質 也是算設器吧 那在合作社界 他們自己對自己 哪些是盈利 哪些其實不是盈利 他們自己也有不同的想法 對 那所以這是之前專法討論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就是比較難 立刻對焦的部分 那這也就是坦白講 為什麼很難經濟部說了算的部分 對 因為它並不是這些組織的主管機關 對 但如果你們現在是純公司型態 對 那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對 你只要自己進到 就是同樣的揭露義務 那你覺得專法應該寫什麼的 你在你自己的 張誠特別列定事項 你自己寫好 那其實以後不管轉法怎麼樣 你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想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聽說 好像國外有些設計的轉法會 讓他們免稅或是一些福利 那台灣會有往這邊轉 以方元寅老師的想法 即使要推也是純組織 對 那如果要免稅 不會是所有做SDG題目的都免稅 而是說現在政府為了獎勵某個特定的題目 然後是那個題目的社會事業 來有這個獎勵 但是那就不會是這個專法的作用 而是那一個SDG的主管機關的另外一部作用法裡面 來referm到這個 那這個其實已經有例子了 舉例來說像我們紓困的時候 國發基金有辦融資 那它就必須要有社會使命 或者地方創生等等的這些 就是新創啊 才能夠獲得比較高額的融資好像 那這好像也是國發基金第一次融資給合作事業 就是因為那些有在我們社創登錄 對 它就是拿社創登錄當作國發基金的紓困融資的準入條件 但是這個不是說我們這個登錄 我們奉送國發基金的融資給你 我不能這樣子想 對 那個作用是在外面 我想請問一下剛剛講到協會部分 對 那但是我們現在很多的模式是反過來 就是說你先有一個協會 那這個協會透過法人股東的方法去控這家公司 那它要嘛有51%的股份 要嘛就是它有 沒有那麼多股份但是有否決權 或者是一股多標 所以要用協會去持股 對去持股那這樣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說它的盈餘分配 就是它的股份比例 所以其實就你不用在章程裡面特別寫 它是幾股分比例 然後也是可以 協會不能引力 但是協會可以控一家公司 讓它去引力 然後賺的錢的部分 按照協會的持股分配給協會 對 那但是他如果只持20%的股 但是他覺得他不想要被另外80%的股東投票 之後他就使命飄移 就去做別的事情了 那他可以在章程裡面特別約定說 這20%股有否決權 或者是說這20%的股 其實投票的時候 就是每股算10票 對 之類的 對 之類的啦 有很多做法 那現在就是你是非公發公司 都可以自行約定 這種叫做特別股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法人持股 再加上特別股 再加上章程揭露 其實就已經模擬了 在國外需要專法才能做到的事情 那也阻力也比較少 對 那我想 補問在前面一個言聲問 就是對跟大企業合作 因為 剛剛提到說 對大企業合作可能是法規的要求比較大 那我們除了法規之外 還有什麼您覺得可以去請問一下 價值是法規之外的價值 就可能對我們這個非洲的系統來說 我覺得 當然價值是非常多的 可是 不外乎就是PR跟BD 這兩個方面 那法尊對他們來講 當然就是 好了 CSR部門 ESG 就是規定要做的 我們就做到嘛 對 那但是BD這邊 我覺得很多 我們看國外 它是 這家公司 它在開發新的服務 或者是產品的時候 如果它已經有一些比較偏社創界的BD夥伴 那等於你可以提供某種類似智庫的功能給它 去引導它說 它的那些內部創業的案子 哪些是適合到外面 甚至你幫它看個群目還是怎麼樣 群眾參與 那來validate它的這個產品 或至少它的形象 往哪個方向調整 那它可以接觸到就是 比較對你們的這個mission 有興趣的組織 對 所以這個是BD的優勢 這是BD的價值 這是BD的價值 那如果是純PR 那也是有純PR的做法 通常就是那一家大企業 有某個PR事件 讓它黑掉了 那這個時候 就是你要幫它們洗白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彈出某套這個價值來說 就是它本來用的鮮乳不OK 我們趕快用另外一家的鮮乳 這類 那這個我們有很多例子 那就是也有一種純PR的這種走法 就是兩個價值可以去思考 對對對 那我這邊最後就是在問一個 然後其他就是其他 我們最後想問就是 因為現在我們在台大 還有台克大附近推廣 然後最近就是去年大概 10月疫情一代比較趨文的時候 環保局也有跑來 就是公安旁邊推 就是在 所以我們兩個都在蠻近的地方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有跟環保局 希望可以合作 可是後來就是 有點難跟他們去配合 所以我們雙方好像就是各層各 然後想問說就是 要怎麼去跟環保局他們有一個計畫 要執行這個東西 可是我們好像跟他們有點難溝通 或者是會覺得說 這樣兩個資源投在同的地方也浪費 這樣 你們跟商圈本來有關係嗎 就是有少數街店家 但是個別店家不是他們那個自知會 不是 店店 OK 因為這個就是爭取信任的過程 這個沒有辦法一蹴而擊的 對 所以像我自己比較熟的案子是 有一個叫LASS LASS 社創的社區 那他們就是很成功的在新竹發起 地區公投流域治理 就是潔淨水的那個公投 然後是唯一有夠過關的公投 對 那在那個架構裡面 他們一開始也是有點各說各話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就是等於是說 他們去幫忙媒合所有對水流域 等等有興趣的NGO 但是提供一個從公布人就是環保局 或者是水利署的角度來看 他不是來吵架 也不是來要東西 那就是一個很固定每個月 大家就是把兩邊的agenda 攤在桌子上面 然後每個新來的NGO 都有五分鐘的時間發言 的這樣子一個過程 所以他變成一個好像意見領袖的 媒合會這樣 那而且每次會都不保證會有下一次 所以雙方都蠻有動機的 就是去真的把就是可解決的事項 而且都是短期的 一個月內可解決事項 端到檯面上 那所以就是說 這種就是公務部門跟社創的合作 雙方都得有 ongoing value 不能說這個只有一方有 value 然後另外一方都是一直給 那這樣子關係不平衡 很快就會中斷 所以這種就是每個月的對焦會議 它其實真的就是交朋友 然後去看到說 那如果這個月看起來好像都是你給我 resource 但是我沒有幫你創造價值 那我就有動機去想一想 我下個月要怎麼幫你創造價值 不然這樣就不繼續開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社群我覺得有蠻多可以參考的 主持人叫他爸 這個也可以跟他聊一聊 OK 所以就是對三方都有一些價值 對對對 而且是 ongoing價值 對 好 其實剛好我問到的問題 跟這個有結局 就是因為我們這邊目前主要的主權 還是台大公館三校的學生 所以我們之後就有點想說 可能如果環保局裡面比較難談的話 可能會往 有點像是說公館商圈的在地發展協會議談 那就是在這邊的話 然後我們不確定說可能 如果談到他們的話 他們的影響力 可不可以擴及到公館商圈的所有飲料店 這樣更方便我們去推我們的服務 因為我們目前的模式 其實就是到一家一家店去 把這個機器跟杯子拿去給他們 那時候 你請問一下就是有沒有興趣 這樣子然後就跟他們說一下我們的成果 只是這樣談一下其實效率沒有到很高 然後接受店家的比例可能大概只有10%而已 所以我就在想說 可能從商圈發展協會這塊去談的話 10%不會有干擾 10%很厲害 10%很不錯 對 我同意 就是從他們的協會這邊 那同樣的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他們的顧客要demand這個 對 那他們一感受到這種demand 尤其如果他們自己有用過一次全流償 尤其是他用過之後如果有找出什麼問題 而且你們竟然快速的改善了 那這樣子就是一個很好的關係的起點 對那比較怕的是說 就像剛剛講到你們態度比較integrate or leave it 或者是說他用了那但是找到問題這邊不改善 那但是就是說如果你是用一種情義的態度 就是說我們這個真的只是prototype 這個如果整個商圈經過討論之後覺得就是全部 全部流掉這個完全換他們的logo等等等等 那這個都是可談的就是你要有這種什麼都可以談的這種態度 對那這樣的話就比較容易開始 那我想說請問對商圈來說他們會在意什麼 會在意人流嗎 還是會在意形象 在意什麼 比如說跟公共的合作之類的 他們可能會比較在意哪些地方 我想他們現在有兩個主要在意的 首先就是說如果使用者就是去掛商圈的人 他intentional就是他因為這個商圈有提供這種服務 而去這個商圈那他這就是比例嘛 他有這個開發新的合作夥伴的可能性 因為只要在意這個價值的來這個商圈 就幾乎guarantee會有人因為這個關係慕名而來 那這個對他當然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另外當然就是PR的價值 就是他覺得說這是世界的趨勢政府的潮流 而且他是全台灣第一個 全印太第一個 全球第一個 做某件事情的 那這樣就會有PR的正面的價值嘛 那當然就是你不可能每個月都來一個全球第一個 但是可以想一想嘛 對所以就是說同樣的 他跟我們剛剛講到這種中小企業聯盟 什麼的類似的 其實是類似的想法 嗯 他們比較在意BD這樣 因為他們可能自己現金流不多 對 而且如果你立刻就可以convert一些東西 就是舉例來講像是 他們本來就有他們自己推的 不管支付系統啊 會員系統啊 CRM啊 什麼之類 那他一定有API嘛 那你可以想一想這兩個怎麼接 那只要接得起來 對他就是至少final打開一些 那這個他就會很感興趣 他就會覺得這是BD 不是只是CSI 對 剛好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可能租業系統上面 我們只有可能會串現金流 但我們這也有跟yoyo卡公司談過 他說如果要參與yoyo卡的話 可能要什麼80萬的授權金 還有一些比較麻煩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想說如果我們這個東西 要可能跟店家POSE機去傳的話 不知道有什麼比較簡單的管道 因為坦白說現在POSE機的後台 其實沒有很好修改 然後要加入我們這個杯子租借 押金的服務可能也有點虧了 如果是軟體的POSE呢 M POSE就比較好改不是嗎 我不太用 我不是軟體 店家 有些店家現在的收單是直接用 用iPad的軟體 對 用iPad的軟體 或者是用LinePay 或者什麼接口的話 它其實都是Sofer Defined 它並不是某台特定的機器 在那邊 它就是不同的軟體 按照你是感應還是騷碼 它會trigger 裡面不同的功能 但它的硬體可能就是平板 所以當它不用改硬體的時候 對你們就是最好的 肢改軟體的話 對肢改軟體的話 就是最好的 那當然就是說 M POSE也才流行幾年而已 雖然之前 五倍券的時候 因為有那個雲氏集 所以就是大家衝了一波 那因為就是 答應說這個不會去查稅 不會查稅了 然後就一定營業額以上的那個 什麼免開發票啊 什麼就是那些優惠都還在 那因為之前他們心理障礙都是說 那我不會突然之間 就被國稅局怎麼樣 對 那我覺得經濟部這波 算蠻成功的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再加上好事圈什麼東西 那我覺得M POSE的Adoption 有往上 對 所以現在還是不是大部分 但是至少對 像以我來講 我現在大概就都沒有再用YOKA 或什麼了 我就純粹是用NFC或者是QR 那當你全部都是NFC跟QR的時候 其實對你們是最有利的 對 對 所以像超商全家 平常我們算硬體的後期 還是它其實改換期的好 像我在超商的話 我也是用NFC 那NFC它當然後台是軟體 只是看怎麼去穿軟體 對 因為對大家來講 這是還是兩棟 對不對 就是就算是它用 你現在這個 是用NFC嗎 對 都有 正正的話是NFC 然後LINE是 就是用QR Code 正掃 就是使用著自己的螢幕 那就不用排隊 是這樣的意思嗎 對 就不用排隊 就是說如果你已經加了好友 那你去就算前面排了很多人 你也可以自己再當你少年去 沒有沒有 我們是QR Code 對這個機器掃 所以反掃 對 所以還是有排隊 對 還是有排隊 為什麼用這個設計 你說不自己正掃 對 為什麼不正掃 我們之前看 比如說LINE會有一個正掃 因為是消費者給錢給店家 所以我不會沒事正掃 所以如果說 今天店家要給杯子給消費者 那如果正掃 消費者可以自己亂借杯子 或者自己幹嘛 所以我們想說要嘛就是正掃的時候 QR Code 每次要不一樣 或是幹嘛的 對 對 正掃可能就是兩種方式 目前是先用反掃 反掃是可以 如果你的使用者都很有中長度 對 那反掃的問題 當然除了排隊之外 就是對店家主觀來看 這個比較難串 對不對 因為你的使用者 秀出來那個QR Code 他不會承載別的資訊 他完全是你自己的資訊而已 嗯 對對對 他不可能順便敷錢嗎 嗯 目前好像不是 不好 嗯 對 就是說 從店家角度來看 他只要能夠少一動 那你就贏 嗯 對 那為什麼之前大家都往Yoyo卡中去想 嗯 就是因為Yoyo卡就是兩動 他感覺是一動 哦 對對對 就是我這樣做完做完 我再收回來嘛 嗯 對 那但是如果你是反掃的情況 感覺真的就是兩動 因為你掃完回來再點 再第二動 對吧 哦 對 那所以他的時間 就是他的touch point也會比較長 嗯 所以我覺得這是你可以跟商圈聊的 嗯 就是說你們假設機器全部都可以改的情況下 嗯 有沒有辦法把不管是正掃反掃感應等等的流程 呃 把兩動縮短到一動半 嗯 1.2動 嗯 等等的這個情況 那這樣他們可能會比較有興趣 因為我們現在想要比較好就是一動結束 就是我們想說未來可以在這邊跟支付傳 就是我Yoyo卡不是金融卡 我改進下去就扣壓金 然後就馬上接走 就是一動這樣子 就是一動這樣子 我們想要就是如果完全一動就是用 那這樣可是你就取代他的pulse 不行嗎 哦 對 但我們其實就有點想要這樣去改 哦 就是你變成一台pulse 對對對 也可以啊 這也是這也是一個思路 嗯 嗯 那你這裡面跑的是什麼 Arduino還是什麼 是Sumveta 哦 是Risberry 那可以啊 它可以撐得起來 哦 那 所以這樣你們就pivot變成 Modal Pose 就是變成一個M Pose終端這樣 嗯 就Modal Pose終端 你現在如果要修動態條嗎 你要修在哪裡 現在沒有 就是如果 就是在討論正少的時候 就討論說可能可以做動態條 像Light配那種機器 就是說還沒有做出版 我們現在是用反掃 你反掃正少能不能在同一個螢幕啊 應該 螢幕大臉可能會 對啊 這是OLED螢幕 OK 我不是說大的這個 它可以投影出QR Code來 投影出QR Code 投影出QR Code 就是有同一個 同一個Entry Point 就有點像是在螢幕後面有一個攝影機的那種感覺 可以問我們有啊 就是這個螢幕可以正少跟反掃 我覺得這是最深的 但是未必做得出來 對 沒有那麼容易 對 但是因為你需要一個動態的那個面積啦 所以你如果放在上面那個小的的話 它得很近才能夠動 那其實體驗上並不完整 對 那如果你可以全片幅 不然就是你這個U Cup的Logo要變動態 這也不錯 也不錯 這也是一個做法 哦 對 對 就是你有一個比較大的螢幕的時候 你才有當Pose終端的能力 嗯 那當你有這個能力的時候 你自己就可以在 就是樹莓牌上面灌N-Pose的軟體 那這樣你就變成一個 讓它比較能夠信賴的 因為它不用把整台平板給你的 M-Pose的Endpoint 那這也是一條路 那反正魚市集上面有很多M-Pose Fender 這個也可以談一談 就變成你是他們的載具 對 所以我們載具 我們都有 所以也 對 好 我們杯子之後可能還會有RFID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杯子物流管理系統 就是因為現在每個杯子都長一樣 然後也沒有ID辨識 所以我們之後可能會加RFID 也是用NFC這樣的規劃 那如果這樣用鎮掃模式的話 會不會 欸怎麼講 就是我覺得流程上可能會不太順 我們之前跟設計上討論就是 如果杯子要RFID 想法是說就是 我感應一下 然後就有另外一個機器在裡面 把一個櫃音調碼被釣出來 對對對 就是 這樣你是說龜環的借用 我的借用 就是我櫃台一樣只有這個機器 然後我感應借了之後 後段一個機器就很像風魔器很大小 就會把一個杯子丟起來 然後兩個ID就會撐在一起 所以它規環的時候 就只要還杯子 不用再掏ID 對對對 其實這樣第一部的時候 還是要比杯子又要比那個 不是啊 它的意思是說它發證是 是這台來發 所以這台已經知道是這個證好了 你就不用再 對啊對啊 這個又要討論一下 好 這是比較好的 因為拿杯子來掃並不直觀 對 那你加一個 其實最後一個也是跟剛剛的都很類似 最後一個是因為我們現在都是用 可能用LINE好友 然後去讓消費者操作這個界面 只是我們發現說LINE好友加入的門檻有點太高 就是他們要先掃QR Code 然後要做一個綁定流程 然後還要再註冊我們裡面的用戶 才可以開始使用 所以我們覺得說可能這對使用者流程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目前消費者都還是只用 就是旋證然後直接B卡這樣子用 當然啊 但是這樣的話就造成說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掌握一些使用者的數據 或是給他們一些通知提醒的功能 對因為我們放在LINE裡面 就是想要用LINE Bar去提醒他們 或是做推播 只是如果我們變成NFC或Yoyo卡模式 就沒有辦法達到這個效果 但是你總不可能因為這樣撤掉你的NFC吧 對啊 但當你兩個都提供說 我一定去用NFC 任何人都是這樣 對啊 所以這個是沒解答 就是說 我具體建議 因為現在很難想像 就是手機完全沒有NFC 它剩 我不記得好像不到20% 而且 那個族群跟你們也未必那麼重疊 反蓋手機 對 那所以 就說假設你先放棄掉 反蓋手機的客群 因為 雖然理論上 反蓋手機可以加來好用 但是其實更麻煩 對 它光是打字就很困難 所以 如果你現在是以 就是比較近幾年的智慧手機 而且你假設它有NFC功能為主的話 我覺得那個就是應該當作主要的 entry point 然後 不管你是用 wallet integration 還是用什麼 即使我完全沒有學生證 那我也沒有悠悠富 是不是 就是那個NFC 對 即使都沒有 那 你也可以自己想出某套 它還是可以透過NFC 舉例來講 像 之前有那種 什麼Google Play Apple Play 所以一塊錢 這也是一條路 但你只是要 authenticate它 你並不是真的那麼 care 就是它到底是用哪一個 line 還是什麼系統 對 所以我還是建議NFC應該要是主 mode 主 mode 那 正嫂可以當作一個 fallback 就是我真的沒有NFC NFC感應不了 掃不動等等 那 那主嫂 至少我不用排隊 而且我覺得沒那麼麻煩 對 那反嫂 而且反嫂還要先加那個好友 這個真的很困難 沾動 對啊 就是說 正嫂打一堆資料 再反嫂 對 我們現在就很困難 非常困難 極為困難 所以線上先讓它夾入 不然 就不然 肢體一定很不舒服 對 所以我建議三棟的就丟掉 好 沒有不可能retain人 好啊 對 因為我們這還是要讓他們交回 因為我們這邊還是有一些可能 像是 正嫂可以加來 正嫂加來加戒主 就這樣 對啊 這正嫂加是可以 正嫂加會到 好 老普通講 我覺得NMC部分就是 因為Apple手機它會比較 鎖NMC功能 對 所以想問說 我不知道我們能夠跟它談到嗎 就是 讓Apple手機可以 可是Apple Pay 不就好 就只有Apple Pay 有什麼關係嗎 你收它一塊錢會怎樣 也是 可以的 付它錢也是開啟功能 好 我們再研究一下 我聽說 你們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說我們的軟體要 假設要我們 像U-Buy它有NMC功能 或是U-Buy它跟Apple手機 好像又不太能用 就是好像Apple沒有授權給 U-Buy應該正在談 但是 以你們的場景來看 U-Buy跟Apple Pay 到底有什麼差別 這都一樣 對你們有差嗎 應該沒有 對 反正就好像它是 Apple手機加在自己 好 對 對 對 現在你們的挑戰是說 你們把就是 跟會員通知訊息等等 跟這個其實它只是純粹資訊流 可能一點點進流 有點tidy couple 你們完全綁在一起 對 我如果是一個casual user 其實最主要的還是 我第一次的那個流程多短 因為那個短了 我才會變習慣 我變習慣 我用了兩三次 我才會認同 那認同之後 你要加會員什麼 那是以後的事情 對 但是我現在 就是正在 決定要用免洗杯 還是用U-Cup 的那個片刻 我一定只管說 那用U-Cup 那個描述有沒有變多很多 那所以就是 我覺得你的 就是一開始的那個conversion 還是要做到比較高 因為不然的話 對店家來講 他就是墊高 他的support成本 而且他在繁忙時間的 就是單位營業額 就會開始減少 對 那如果這個 你的proposition是說 這個 你會先喪失 百分之六的營業額 不過之後會賺回來 沒有人要贏 對 那 好 我覺得還是贏了 這都是遙篇公關面 就是 反正政府最近有訂那個 一次性飲料杯 那個限制使用 對象要超 只是我們後來仔細看了條文之後 發現 他限制的對象 只有連鎖超商 跟速食店 那其實對 那其實對手藥飲料店 他並沒有去做真正的限制 但是其實 台灣的手藥杯 一年就是15億 他其實真正的用量 就掌握在這邊 所以我們在想說 這個草案推動下去之後 會不會 達到可能沒有實質減量的效果 因為其實 超商他們 真正販售的主力 還是瓶裝飲料 他們咖啡那些 其實跟手藥飲品 比起來還是差很多 對 所以我們在想說 這個法案未來還會有 就是更進一步的修正的機會 當然會 哦 了解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辦法而已 不是嗎 他不是一步法律吧 他好像是行政命令 他吵了 對啊 其實有一部專法很難過 行政命令 就是60天就可以換了 就可以更版了 應該會有兩個吧 一個是行政命令 就是說 不能用事情做到的位置 這樣就包一龍 對 可是如果是限制 群麻煩那個 好像是要過立員 那個是草案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 要分開看 就是說行政命令 把它當作是 養成大家心的習慣 那隨著習慣 建立之後 這個行政命令 60天又可以再改一半 又可以再變成波及更多人 對 那這個iteration是非常快 對 那三讀的話 通常都是行政命令 要stabilize 對 就大家覺得 這個norm還不錯 那立法院角力之後 對 立法院角力之後 大家覺得說 好啦我們就 就確定這樣子 對 那所以立院就沒那麼快 但是你們的好處是說 你們可以在海市行政命令的時候 就先告訴你的合作店家說 反正總有一天要走到這裡 所以你們要先適應一下 不然就是超水來了什麼的 對 我們可以跟大長長講 小龍 不會超過那麼遠的 對 先跟大 那換朋友 好 那最後我想要問一些 比較可能政府 大方的想法 首先我想要先問一下說 就是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是有那個 就是 媒員解開辦公室 對 但行政院可能在 或者是我們現在制定 我們台灣的永續政策的時候 還是很多都得跨部門 然後那個永續辦公室 它會比較偏向是 就是 就比較有點像 諮詢型 或者是職庫型的 那想問未來 還有像現在 各部門溝通 會不會有什麼 就是有沒有什麼卡住的地方 或者是說 未來會不會有 比較大的 相關政策的整合 因為政策整合 這個對我們來說 其實還是蠻重要的 當然 那永續會的幕僚機關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移到了國發會 那國發會因為它 控制所有服務會的 公共建設的 預算的審議權 那再加上它有 非常完整的 就是經驗跟研考 本來的這個系統的 就是等於公部門 內部的職庫 真正一定的這種能力 所以 放在國發會的意思 也就是說 它的 它本來就是一個hub 比起環保主來講 對 那所以 就是它要去做 工作分組 或者是現在 小行工作權 它就比較有這個 Leverage 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 以就是所有的部位來講 那確實我覺得 國發會是最適合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現在也是比較 慢慢偏向從 你們資訊競傳的行政單位 對 就是說像經齡路徑 應該就會直接 是國發會發 了解 所以我們如果有長官 想要去更了解 或想要常理的 我們就是直接 也可以直接找 你可以對行政院永續會 行政院永續會 那因為環保署 還是在永續會的 工作權力 但是行政院永續會 的幕僚機關 主要的現在就已經 是國發會了 所以反正你們窗口 還是對永續會 沒有問題 或者說你後面的 機關現在是 以國發會來統稱 好 了解 好 因為我看時間 好像算很多 我就可能先問 一些比較大的問題 然後有些 因為有些想要問的是 說可能 行政院或是哪裡的內幕 有沒有什麼 一些 也是環保相關的支持者 那這個可能就 可能就看那些公開活動 誰出事 另外我想要問 就像 算是剛剛想到 其實延續剛剛那個 問了蠻多 我們可能機器怎麼用 等等的問題 想要了解就是說 那未來可能像是 科技會怎麼跟 但這個問題也蠻籠統的 科技怎麼會 慢慢影響我們的生活 因為現在其實 我們的生活中 更多可能 MXDR 或者什麼的 蘋果手錶等等 會越來越便利 那我們這個其實也是 希望可以結合到 我們的生活中 對 所以我們在想說 未來會 可能會走到 什麼樣的趨勢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去 可能走在這個趨勢的前端 讓他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潮的東西 然後才會願意使用 對 所以這個就是 所謂的 technology adoption 就是 先期使用者 他要如何擴散的一個問題 對 那簡單來講 就是 swift and safe 就是省力又安心 那如果你的技術的性質 是你要人去配合你 那雖然省力 他是不安心的 因為這跟他本來的使用習慣 或他人際互動的習慣 是有違背 那反過來講 就是說 如果讓他很安心 但是其實讓他很費力 特別是我們剛剛講 是讓電源很費力 那你讓電源很費力的 可能你有兩三個pilot 但是大家都會口耳相喘 然後到最後你就會發現 就是下一個電源就推不動了 對 因為你讓人爆肝嘛 對 那誰都不想爆肝 大家都已經很爆肝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 雖然從顧客角度看起來也許省力 但是他所有stayholder 都必須要同時也省力 你如果是讓電源特別費力 或者是讓國稅局特別費力 或者是讓誰特別費力 那到最後 對 就是你會這樣push 但是他又掉回來 對 就是說這個體制本身 有他的就是黏著性 所以從他的角度來看 他resilient 他很有韌性 就是你想要破壞他 他會回到 回到上個equilibrium 從你的角度來看是他有慣性 但是他都一樣 對 那所以你要怎麼樣到下個這個equilibrium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去證明給所有stayholder 就是你至少花的時間 沒有比本來的來得多 所以就是所謂的無害並存 就是說無害就是 沒有人在stayholder's network裡面 因為你的這個發明 而浪費時間 而且又至少對其中某些人 他有感覺到 比較安心了 對 那所以就是說大家都不一定都省力 都不更費力 那同時至少有幾個人比較安心 那其他人也不會因此更不安心 那所以就是所謂怕熱度改善 那你做每一動都是怕熱度改善的時候 他就有傳播力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這個東西不錯 我可以推薦給朋友 而且我推薦他不會害他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用自己做全部的倡導 病毒是過的 對那你才有兒子 你才有兒子 對 對,了解 那接下來我想問的是 因為其實有很多語言 去戰車相關的東西 年底就是最近其實也開始要選舉了 這個方向 這個方面會不會對 可能政府政策制定 或者是他們對外喊的口號 或者是形象上面有一些影響 就是我們想了解 政府在這方面 社會環境它的重視程度 想說這樣 當然每年不是選舉就是公投 所以每一年你這句話都適用 沒錯 從兩個方面 從政治人物的角度來看 當然他會希望說 他的證件裡面至少就是 從外面看起來你應該check的東西 都要check 他希望有一個全面性 所以如果他發現 所有他的競爭對手 甚至別的縣市 都在喊某個口號 那他不會想要掉隊 因為他掉隊就掉票 所以這個是 就是他非得記載的部分 對 那on the other hand 就是同樣從選舉的角度來看 如果有某個候選人 他就是覺得說 他的形象 他的背景 他的專業等等 某個東西就只有他能夠執行 那這個就是一個 unfair advantage 我不知道要翻成什麼 就是壓倒性優勢 對吧 這個時候他就會花大部分的資源在這邊 所以就是說 大家都得勾的 每個人都要勾 只是或早或晚或大或小 那但是如果是他的壓倒性優勢 他會下重等在這個上面 所以大概就是從這兩個方面來看 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 事務官 對 這方面會不會受到影響 還是其實事務官都還好 就是繼續做 因為從事務官的角度來看 我們服務的對象是全民 又不是哪個打牌 或者是哪個候選人 或者是等等 所以當然他會希望有延續性 對 所以不管是你的強調在哪裡 或者是這邊不是強調只是要做 但事務官會希望說 本來的政策不要因為某個證件 他突然要U-turn 因為如果U-turn的話 那基本上全部都是事務官來吸收U-turn的成本 所以事務官的偏好會是說 如果你要就是做全新的 那就是新興事務 但是不牽涉到舊有事務的U-turn 對 那如果你是要check 大家都要check那個部分 那只是力道強弱的話 那事務官都可以配合 了解 那應該是做一個問題 就想問你說 其實最近近年來政府 其實還蠻重生網路選擇的 當然有很多政策 其實是 就是直接接合網路去做宣傳 那我們 其實就在蠻多議題上 其實我們還蠻深刻的感覺到說 它其實藉由網路 然後成為一種文化的特徵 大家在意的點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也在做這方面的 跟可能說我們消費者去做抗討 所以我們想說 有沒有什麼政府在宣傳的時候 他們有一些特別的點 那是值得我們可能說仿效的 網路宣傳的方面 我覺得還好 對 因為你們的目的是要把某個理念來擴散 對 那政府除了在像防疫這種情況下 確實是理念擴散 戴口罩請洗手等等 真的是理念擴散 不然的話 大部分政府的溝通它的目的 其實是希望大家不要不安心 就是說即將有某種改變 大家不要最後一秒鐘才知道 即將有這個某個改變 那希望大家能夠提供大家的意見等等 那所以這個是說我們的目的是要 這叫什麼公定力嗎 就是說讓大家發現有這個政策的時候 會有一種是我們有參與過 或至少我們已經知道 有這個政策的感覺 緩衝 對緩衝的感覺 那所以 但是這個跟你們在做的新創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對 因為你的目的是去挑戰 去說你本來BAU 就是本來做事的方法是不對的 或至少沒有那麼正義的 那你要就是Make a new norm 就是大家覺得怎麼樣行的才是對的 對 那但是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我們樂觀其成 就是社會上面覺得怎麼樣才是對 太好了我們來配合 但是我們很少會是主動出來倡議 跟所有人說你本來是錯的 除了在戴口罩吸收的事情之外 但是縱使是這個台灣本來也有戴口罩吸收的習慣 我們只是放大那個習慣的就是傳播而已 那你真的很少看到即使是在防疫上面 政府跳出來說就是本來是錯的 幾乎幾乎沒 對 但是就是你們的宣傳的基礎點 就是你本來在戴口罩吸收的也是錯的 對 所以就是有你們在前面領導 我們都很高興 因為這樣環保署或者環保區 就比較少 比較利基點 對對比較利基點 他可以說你看by popular demand 我們是要做這個政策 對 好的 好 幫我問這個 但這個跟我們看也比較無關 我是想要探討的是 比如說現在可能全球很多社群的平台 他們都是掌握所有使用者的數據 台灣可能在這一塊就是很缺乏使用者的數據 那就是可能 政委在這邊有給台灣一些建議 或是說我們未來要怎麼改善這種情況 因為其實掌握使用者數據這件事情 可能是未來不管國家之間都是可以拿來控制 或是分析的一個事情 對 那台灣在這塊 可能比較落後於其他國家 對 想問一下 真的嗎? 我們簡訊時間制應該是 遇到最高的 我是說可能面對全球 比如說我用了Facebook 我用了Line 那其實在美國跟日本那邊 就掌握了可能全球使用者的資訊 但是在台灣的話 可能比較沒有這種 全球性的東西來掌握使用者的資訊 我會覺得可能未來是一個蠻重視Data的一個時代 所以感覺一個國家它可以掌握的Data 那我覺得對一個國家來說 不管是在國防面或是經濟面都是更好的 所以 所以你講的是對境外的蒐集嗎? 對 因為以境內來講 不管是健保或者是簡訊實聯值或什麼 以當初的那個目的就是促進健康 或者是加強醫療品質或者是防疫 那應該就是這個adoption是最高的 很難想像有別的國家顯著的比較好 但是這個是往內部的需求的滿足 而且不會依託這個目的 對 那你在講的是比較有點地緣政治 就是說我們想要掌握其他國家的人的資料 而且未來就是如果我們跟他狀況不好的時候 還可以用 對 對 那就是必要的時候斷水斷點對不對 好 那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題目 我兩個想法 就是首先是說 我覺得現在大家特別是像Facebook 大家對Facebook的感受 已經不是非常正面的 對 那當然他改名看能不能改運 但是正是因為大家覺得說 我們平常生活是在一個民主的社會 民主的政體 你碰到什麼事情你可以去找商圈的 就是總幹事或者里長或什麼東西 大家聊一聊嘛 至少有喬的空間嘛 對那在你一進入Facebook你就進入一個專制政體 完全沒有帶意識 也沒有什麼橋的空間 對所以大家感受是不好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說它是幫美國累積地緣政治的資本呢 還是其實是有點幫美國 或至少加州得罪人呢 這個其實是可以討論的一個點 就是大家並不是那麼喜歡被監控式資本主義再治的感覺 這是第一個點 那第二個點是說我們台灣的國際形象 是不是應該要是這種形象的問題 就是說當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就是 regime 其他的管轄領域去運用這種看起來像是國際合作 但事實上你還不出錢就港口要割燃給他 等等的這種做法嘛 那但是至少台灣在國際上並不是這個形象 對我們在國際上的形象是說 我們如果去提供公衛的協助 農業改造的協助等等 那縱使是我跟他的交情之後 可能沒有那麼好了 但是這個是留在當地的 由那個當地的人民來瞭解 對就是所謂台灣can help的這種概念 那所以我們目前為止在資訊上面 所提出的這些援助等等這些方案 也比較是這種性質 就是讓他們當地的人能夠更民主化 那更民主化也包含不被我們指名的那個部分 所以就你剛剛那個思路是成立的 但是我們如果要在外交上要運行這個 那就是牽涉到對台灣的國際形象的一個改變 對那但是我們就是目前看不出很強烈的要這樣改變的理由 對所以大家會看到什麼呢 大家會看到說很多台灣的新創 那它確實也是做國際的生意 也有非常多國際的application 像我自己整天都在用HackMD 那HackMD就是Vitalik嘛 V神投資的一家新創 但是它為什麼會投資 就是因為它open source 然後你在任何企業內部 像我們自己team內部 我們也自己架 然後在整個web3社群 他們看中的就是說 那你有完整的就是開發方向的自主權 所以它跟你剛剛說就是單一的entity 去搜集所有人每天用的資料 而且必要是可以斷水斷天 剛好是相反的邏輯 對那但是像在web3 為什麼這個運動現在那麼多人願意投資 就是因為大家已經受夠了web2的時候 但是過度集中的這個狀況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國際形象 目前還蠻好的 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很多的創業者都是說 那你在web2的時候被這種剝削的情況 那台灣會幫助你取得自主權 那這個時候我們如果又說 不過by the way你要被我剝削 哪裡就怪怪的 對所以這是一個方向的問題 但是可以持續討論 謝謝 謝謝 謝謝